想说A去买一杯咖啡来喝 但是我们要告诉您 恐怕您是没有办法想象说 只是因为在这个骑楼喝咖啡 竟然被人持西瓜刀抢劫吗 这是发生在高雄市 有一名妇人就是和朋友 在这边喝咖啡聊是非的 结果突然就遇上了这一名 戴口罩还有安全帽的男子 从他后方拿着这个西瓜刀 架住他的脖子 抢走了桌上皮包之后 还跟着这个同伙搭机车离开 整个心强过程不到一分钟 那么揭示器也全都录了下来 穿着黑衣服和白衣服的这两位小姐 在高雄市一家咖啡店骑楼喝咖啡聊天 突然旁边一辆机车经过 一名男子下车手持着西瓜刀 走到白衣服小姐的后方 抢走桌上的包包 一个懒的压住一个女的 对 我刚开始以为是认识的 就没有怎样 后来亮出一把西瓜刀 我就觉得不对了 结果其中一个女的皮包就被拿走 然后歹徒是两个人 西瓜把西瓜刀 站在客人脖子恐吓抢劫 一共得手了六千块钱 嫌犯搭着同伙的机车逃离现场 我们隔壁的冰南滩的老板 有跟我讲说 那个歹徒已经注意他们很久了 对 就是观察 其实我那时候有两桌 他歹徒已经观察到另外一桌 走了他对那一桌女的下手 用刀子抵住被害人 然后抢走大概一个女性的一个包包里头 有一些证件还有六千块的现金 警方表示 嫌犯一共两个人随机犯案 嫌犯很嚣张 连人来人往喝咖啡的齐肉都敢下手 不顾是否有人在看 目前警方根据监视器的画面 要把嚣张的强匪救出来 这里是王家庭徐重文